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一项国际研究发现,走路速度比平均值快的人,总死亡风险比一般人低24%。 而且快走对于60岁以上老人效果更明显,走路快会让老人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53%。 综合报道指出,由来自澳洲、英国等大学学者组成的团队最近发表了一项研究, 分析了5万名在1994-2008年期间,住在英国的30岁以上民众的健康数据。 研究并针对不景速度和总死亡率,或,cause mortality,癌症死亡率,以及心血管疾病死亡率进行分析。 结果发现,走路速度比平均值快的人,会让总死亡风险降低。 研究显示,以平均速度不景的人总死亡率比慢走的人低20%,用高于平均速度不景的人,其死亡风险可降低24%. 而且如果是60岁以上的老人,步伐速度和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间的关联会更显著。 一高于平均速度不景的老人,其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降低53%,参与研究的学者史塔玛塔基斯,Emmanuel Stamatakis,表示,快走的速度通常定义在时速3-4.5英里,但也要考虑步行者本身的体能。 另一种评估方式则是,用能让你呼吸微喘,持续出汗的速度行走。